我现在真的怀疑 我买到假盐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野鸣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 之前在国外非常火的实验 大家有看过 不加水的情况下 实盐融化成液体的状态吗 是这样子的 实盐在国外就有很多人 把食用盐加热到1800度 这种固体状的盐就会融化 然后再把融化的盐 放到水里面的话 就会产生非常离谱的爆炸效果 据说那个威力 堪比原子弹 当然这是我吹牛的 反正就是非常夸张 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 食用盐爆炸这个效果 来制作一颗 超级厉害的 西瓜炸弹 OK 现在我们开始吧 POWER 现在我们做到实验第一步 我先把食用盐放到锅子里面加热 但是我切少一个灶台 捏火器 炸火 我做了一个用来加热用的小灶台 现在我就 点火 哇 好暖和 但是大家 在家里面千万不能摩饱 知道没有 现在我就把食用盐 倒到锅子里面 OK 把我们的盐放到去 OK 现在已经过去了 半个小时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盐融化了没有 Open 融化啊 我去 好帅啊 我们继续再加热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盐 跟持续加热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来试一下 把那个盐 倒进这个水里面 就是 Open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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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哇 哇 哇 噢 哇 噢 哇 没什么反应啊 失败了 再来一次 这次我用了更多时间来加热我们这个食用盐 只剩两个小时 再打一看一看 干杯干杯干杯 第二次是实验 休息 操 又失败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能看到我们的食用盐的确融化了 但是它没有完全变成液体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炉子来加热 完全达不到1800度 虽然我们要改变方案 来制作一个温度能达到1800度的装置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厉害了 如果用这个东西还不能把时间给融化的话 那就看来我们真的需要用上翻舟反应炉才行 翻舟反应炉是干嘛用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那个 我现在又失败了 真的我怀疑 是不是我买的盐有问题 一般来说 植盐它的溶点是在800度 但这个盐为什么它不溶化 所以没有办法 我没有调整的方法 既然如果是盐的问题的话 那就再把我们的温度变更高 又失败了 我天啊 这盐真的好难容坏啊 我现在真的怀疑 我买到假盐了 但是 你有张联系 我也 不负有性能 我准备了一个西瓜 里面霜了水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我们的西瓜沙场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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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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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啊 啊 耶 哇好酷啊 给大家看我们的西瓜 你看 好离谱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那个食盐一直不融化 导致我们搞了好久好久 但是终于成功了 不过大家知道为什么食盐 融化之后倒进水里面会爆炸吗 虽然有点啰嗦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原理吧 它的原理就是食用盐露化那 受热之后分解成离子体 形成液态的露离子和钠离子 液态的食用盐 遇到水之后变成固体的这个过程中 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然后形成非常异谱的爆炸 听懂了吗 我知道你们听不懂 所以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这样子你们才能更加时光的感受到这个 世界的神奇和美妙 好 差不多了 我是一鸣 拜拜 by bwd6